CBA全明星争议还在发酵 故意冷落票王巨星 镜头完全不对准他 球迷一片空关系 之前的CBA全明星赛这个争议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很简单 这次比赛一方面是在输给日本之后进行的 另外一方面对于这些球员们 这些超级巨星们也确实是不够尊重 尤其是本次缺席了比赛的 北区票王赵锐 赵锐虽然缺席 但是人气肯定是北区最高的 因为这个选票实打实的证明了一切 82.6万票是给你闹着玩的吗 可是赵锐得到的待遇却很不公平 他本场比赛在赛前 只能够站在球员通道的两边和自己的队友们 积极掌制衣 没有办法上场去和队员们一起拼杀 而且在赵锐缺席的情况下 北区也并没有逮捕其他的球星过来上场比赛 只是11打12 这就已经很搞笑了 更搞笑的是 现在有知名记者再次曝光了一个 让人感觉到瞠目结舌和不可思议的内幕 赵锐确实是被公然无视了 本次的这个比赛 在赛前两支球队 两队所有的这些大牌巨型们 大家去握手致意之后 现场的主持人于佳开始高喊 说当然到最后 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位球员 他缺阵不缺席 那就是来自于新疆伊利特队的赵锐 结果呢 在介绍赵锐的时候 最基本的理解是 你的镜头应该给到他身上 就你介绍哪位球员 镜头应该拍谁啊 之前CBA介绍其他人的时候是这样的 包括其他联赛 甚至于你都不说体育联赛 其他所有的电视节目 你介绍到谁 你镜头是不是应该给谁啊 结果介绍到赵锐的时候 镜头完全不给他 故意无视了他 而朝着场上猛拍 赵锐当时在场面非常有礼貌 现在有铭记带来了当时场面 他们在记者席和媒体席拍摄的视角 赵锐很有礼貌的站起来 向全场前方和后方的球迷 两次鞠躬 结果赵锐鞠躬 都没有人看到这一幕 如果不是记者从媒体席晒镜头 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些 因为镜头就没冲着他 介绍其他人的时候都知道镜头对准了 然后唯独到赵锐身上 你就不能把镜头对到他身上 就在这种时候你镜头坏了吗 为什么要这样无视一个票王巨星呢 这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啊 人家赵锐有伤 仍然过来参加全明星 你不让他参加采访 不让他拍定装照就算了 介绍他的时候 一点镜头都不愿意给 赵锐又没得罪谁啊 为什么要这样呢